开始之前我想问问两位 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合作吗 是啊 是的 那么合作完中餐厅之后 发现对方身上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接触之后 跟原来想象最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特别的有活力 怎么以前觉得他没有活力 实际沉沉的吗 你也觉得他 我一开始觉得有朋哥是个导演那种 就应该是很那种 沉稳 对很沉稳的 我想特别有趣 那有朋导演对你觉得王俊凯 你在接触了这个年轻之后 你觉得他给你印象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 他没有那么有活力 你们两位算是有默契的吗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比他们好吧 好两位请手靠手 看着对方 第一题 请问王俊凯 在KTV里 最喜欢点哪首歌 杜杜凯 杜凯的歌 算对了 你们都不问我为什么会猜这首歌吗 你为什么会猜这首歌呢 因为他在节目里面唱了这首歌 哦 假的 杜凯 除了道香之外唱一首别的结论的歌 简单唱一句好不好 好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我 打 就这样没单忧 唱着歌一直走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可不可以渐渐单纯没有被爱我 想和你一起等着我 想和你看网绣 你不要接受我好不好 我一个我同样的词唱了两句 那个佳哥在后面跟我一起唱说 没想到是一整首耶 好好好 因为他自己讲的 他说我唱一段 我然后摇着 欣欣翻过来看 你要把自己名字 我以为是撕下去那个 大家看完之后 每个人表情都不一样 有的人非常自信 而有的人若我有所思 我们来看大家的题目是什么 请看 知道了吗 首先娜娜你想好没有 聪明伶俐 妖鹏 人小鬼大 一位深长 一位深长 星星 腿非常细 那你呢 比我细 腿比我细 好 好的 来 张凯 呃 临危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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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 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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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龙 哈哈哈哈 举世无双 哎呦 好 齐哥书齐 夏日阳光 哦 夏日阳光 哦我以为我要上知乎查一下 我在那听起来 哈哈哈哈 好 第一轮说完了 每个人说了四个字 然后根据这四个字 你们判断一下 这一轮谁露出了蛛丝马迹呢 好 指认开始 我们首先来 小凯同学 忍不住啊 呼之欲出啊 王俊凯想 想举我们这边 我就指王俊凯 第一个把你淘汰了 王俊凯 那就首先 你怀疑谁 呃 我 没有我刚才只想摸掉头发 那个娜姐开始 娜姐开始 我怎么能开始 您刚才都指向这边吗 哈哈哈哈 我怎么开始 我都还没个方向感呢 您都很清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就请舒淇来说说 哎 你觉得 这一轮谁像是卧底 你怀疑谁 啊 贺老师 嘿 你怀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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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来王俊凯来 哇 音乐起 嘴巴要嘟着 我想要那个胸 哈哈哈哈 嘴巴要嘟着 要缺嘴 黄老师 我想要那个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没法回头看你 你们当时是怎么攻得上货的呀 你们这个速度 哈哈 因为我们后续很快 后续很快是不是 对啊 希望你赶得上 因为只有一分钟了 啊 哈哈 没关系 超人 倒几时 漂亮 哇 来主厨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佳肴 我们这个就是 管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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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朴实的一个炒饭 会有佳的味道 对 我们摆盘都是比较朴实 馋 鲜嫩多汁的它 是我的最爱 它是一道民间高级营养补品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放入油锅 进行翻炒 不需要多余的辅料 一勺盐足以香味四溢 王俊凯听一下 小眼睛看老师 一勺盐足以香味四溢 周边的油 都止不住的鼓掌 挑选出最顺眼的一颗 轻咬一口 噗噗噗 香甜的蛋白 一勺盐足不住的溢出 翠而不肩 外操里嫩 嗯 里嫩 外操里嫩是啥 满满的健康 老人的营养品 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馈赠 健康 你我他 我要推荐给大家 好 这个是没有说是什么 所以大家要猜一下 我觉得是煎鸡蛋 感觉会不会是一个 汤品 但是他的题目是馋 我跟你们说 重点是猜是谁的故事 是谁 对我觉得他能够把一个 我们日常生活很容易的 馋的过程 描述的这么的平时和接地气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可是 他除了踏实之外 又非常的戏剧化 把这么简单的事 讲的这么的事 我觉得 是娜姐 娜娜本身子 你是不是傻呀 是我我会说我也教理呢 好下面 小白你觉得呢 就吃补品我觉得不是四川人的习惯 哎 对我觉得 像佳哥 他就是船 这个用咱沈阳话说捡泳子 捡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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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超好吃 喂 这个超好吃 大自然的馈奏 这真的好吃 你们别怕 为什么 这个看面相炒得非常不错 王俊凯 我要做什么 你会愿意吃一口 不要了 你们不要把它想成虫子 它不是虫子 这不是虫子 这是大自然的馈奏 非常香 非常香 来 勇敢吃一口 小白吃一个尝一下 勇敢吃一口 众生爱上它 是不是 是不是蛋白质 像豆腐 我要一个感动一点的音乐 嗯 我就要哭了 我演绎的题目叫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奶奶 她 是我最亲的人 她人非常温柔 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小时候呢 奶奶总托我一块去买菜 我特别不喜欢走路 但是奶奶 就不让我坐车 一定要我走路 而且 每到星期六的时候 奶奶 还多给我一个选项 就是要我陪她去公园 打老年健身操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就在旁边靠着树睡觉 重点来了 打完之后 奶奶还要拖着我 去买排骨 但是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买菜回家之后 奶奶 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现在 我长大了 总奔波在各个城市 陪奶奶的时候 就少了好多 可是我总能想起奶奶 偷我去买菜的场景 想起奶奶做的糖醋排骨 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 但是 却是我记忆中最深处的 最温暖的回味 我已经猜出来了 谁写的 就是她本人 绝对不是我本人 我有可能长大之后 奔波在各个城市吗 你还不够奔波在各个城市啊 你还要怎么奔波呀 好娜娜觉得是王俊凯 佳佳你觉得呢 我也同意 你也同意 我同意是小凯的 我也觉得是小凯 海盗被刚刚这个故事感动了 我一个辣椒枪到嗓子眼了 你觉得是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感觉看到了友朋哥小的时候 因为现在他是一个大人 但是我就感觉听这个故事 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在旁边 我就是那个感觉 你还是继续吃蝉咏吧 好所以你们现在有三个人觉得是王俊凯 有一个人觉得是苏友朋 对吗 鉴于他现在咳得不行 我就不让他说服你们了哈 你们三位坚定你们的想法对不对 就是王俊凯是吗 我赌王俊凯 嗯 赌啥呢 陈勇 告辞 就是他 是我 是你啊 好 那他们猜对了 由他们想用糖醋排骨 就是我太单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味道就叫作家 叫记忆从来不佳 把他仔细前面乱花 不愿的水车都牵挂 用上带太酸肩苦了 一幅画 爱的配方从不复杂 心里的家宴 热闹闹吃汤圆 亲爱的妈妈 端端烧起小开眼 思想为俱全 金光山山新鲜 往手捧翻弯 星星发亮双眼 从家冒游到余生之料酒 电话拿得妈妈 边说我边学做 心辣椒切片 道本不要太多 要一步一步 最后才有收获 妈妈说开小火 生活不需太波澜转破 马熬后才起锅 时间沉淀后天空海阔 你给我关怀 让我有点依赖 你叫我小菜也叫去爱 永远是你乖乖小孩 跟我一起来 有种味道就叫作家 叫我记忆从来不佳 把她再细千变万花 为了学家的牵挂 人生百胎酸甜苦辣 一幅画 爱的配方总不复杂 我的厨房 趁烈云烟转醋茶 西红尘炒鸡蛋 上涂豆豆老牙汤 像是口馋醉 蒸大意和微微 那糖醋白骨 总是梦绵无花 情绪特酸 跟上甜蜜的糖 人生的滋味 我学着套味 多一点酱调 勾芡我的榴莲 像傻瓜闷波 温柔我的想念 有时候有点咸 就当给生活加点冒险 偶尔又放太甜 心的空缺可好有他甜 你给我关怀 让我有点依赖 也叫我小菜也叫我去爱 永远是你乖乖小孩 跟我一起来 有种味道就叫作家 假的记忆从来不佳 把它在世间变万花 不给那些假的牵挂 人生白胎酸甜苦辣 一幅画 爱的配方从不复杂 有种味道就叫作家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好好听 真的好好听 好好听 好棒 好棒